相亲节目里的男嘉宾能有多下头 某相亲节目的女嘉宾由于失败的恋爱经历 在提到择偶要求时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想法 第二段感情我跟他在一起了半年多吧 然后我才查出来他已经已婚一年了 我的上一段感情是我看到了对方的户口本之后 我才在一起的 害怕他是不是欺骗我什么 但有过一段婚姻的尼扬立刻不乐意了 这个没有一个定性 就是如果我感情失败 那么我首先找我自己的问题 当女嘉宾说到自己的恋爱雷区 宁阳的姑姑甚至和侄子沆瀣一气 她那种接过一次婚的比那种搞十个八个对象的那个还好 我自己觉得 不就是领过一个结婚证吗 不就是领过一个结婚证吗 她虽然接过一次婚了 她专业啊 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然后女嘉宾再次含蓄表达了自己不接受二婚男人的原因 可能离过一次婚之后 她会有就是一些感情上的经验会知道怎么对待自己的下一段感情 但是 好像说错过了一些什么 就我想说就是大家可以一同经历那个第一次这样子 尼扬听了开始急得跳脚了 一旁其他的男嘉宾劝都劝不住 你是不是觉得离了一次婚男人的经济会受很多损失 你是不是想问这句话 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 不是吧 她肯定不是的 我告诉你 我离十次婚我的经济都是屹立不倒的 都是经济问题 怎么不是 她也在工作啊 不要接动 她也在工作啊 让人不得不分一半的自卑给她呀 不仅如此暴怒的宁阳甚至联合姑姑 现场为难其女嘉宾 宁阳的姑姑接电话 二姑 喂 帮我问一个相对比较尖锐一点的一个话题 就问一下女嘉宾 你是不是觉得离过婚的男人 在经济上蒙受过很重大的损失 所以说你不愿意选择接过婚的男人 请直接问 请女嘉宾直接回答 还直接当众内涵女嘉宾 我觉得就是要这样尖锐的问题 不然我会觉得这个女嘉宾很装 这胡搅蛮缠的驾驶也是没谁了呀 交伙伴们你们觉得呢